欢迎收看今天新闻报 新闻一开始带您关心最新疫情消息 本独确诊今日新增39例 境外移入1例 死亡人数9例 其中台北市14例 新北市14例 再来是桃园市11例 带您来看疫情指挥中心的稍早画面 病例有39例 居家隔离里面来测出是阳性人 含了21位 整体新增的病例并没有明显的增加 好消息 台湾自购的62万剂AZ疫苗 在7月7号下午抵台 有望加速第9类第10类人员对象的施打时程 陈日中表示 这批疫苗效期到10月30号 经检验封建程序后就可以使用 另外总统蔡英文在7月6号也表示 台湾取得的疫苗将累积超过700万剂 一线阶段的施打规划 希望在7月底前将我国接种率 从目前的10%增加到20%到25%之间 台北三市场爆发群聚确诊风波 其中环南市场在7月6号复试 陈日中表示 目前都按照原定计划执行 市场周围的筛检站 也已裁检380位附近的里民 全属阴性 而环南市场近3000名员工 也将在7月8号进行第二次PCR检验 另外从7月10号开始 市场员工必须要评7月8号的阴性证明结果 才能入场 屏东Delta病毒群聚案日渐趋缓 陈日中表示 本案没有新增案例 目前居家隔离的667人 经过检验后都呈现阴性 另外 芳疗医院在经过全院筛检后 也全数呈现阴性 将会陆续依照降载方式 恢复部分门诊医疗服务 等到7月10号7月11号将会进行第三次全院筛检 若全数呈现阴性 医院将会恢复营运 疫苗医院登记系统从7月6号开始 优先在金马鹏里岛地区事办 然而根据指挥中心的资料统计 到7号上午8点为止 全国已经有148万人完成登记 不过有网路谣传是系统异常 指挥中心也特别澄清 如果完成医院登记 但不符合当时预约的资格 暂时不会收到预约接种的简讯 也无法预约接种 目前先以金马鹏做事办 医院登记人数为4500人 未来将逐步开放全国使用 为了降低疫情对劳工产生的冲击 劳动部修正 自营作业者或无一定雇主之劳工 生活补贴的相关事项 扩大纳入109年度 个人各类所得总额 未达40万8000元的人 以及持有中华民国永久居留证的人 如果109年度曾经勤领老公生活补贴 将于7月9号开始直接汇入账户 如果为勤领者 从7月9号到8月9号 可以到劳保局网站申请 预估将有6万3000人受贿 因应肺炎疫情 因教育部在7月7号表示 针对医院实习的 医室类科的学生 以列为疫苗优先接种对象 建议实习前两到三周 先接种第一剂 可降低传染风险 在时医生报到前 也会请大专院校将实习牲名册 送交医疗院所以列完成疫苗接种 以上是今天的今天新闻报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